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报又做了一个声明 完全否定了政府所做的检验 还大骂媒体 并且说他们顶心 他们未全才是所谓的受害者 好 这就是魏家四兄弟 制造黑心食品的态度 好 我们来看看 他们不是诈骗集团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受害消费者 他们完全不当一回事 那我们要看到的是 不只是企业界 现在出现所谓的诈骗集团 政府部门政党政界之间 是不是也有呢 对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 罗志正而言 这个民调时间突然缩短 只剩两个星期 真的是觉得被耍被突袭 那么决定宣布退选了 好 这实在是明眼人都看出来 就是由苏结盟的一个必然结果吗 对于苏仁昌这位民进党主席而言 这个卡 蔡英文 两个太阳 不能够从事存在的一个问题 实在是他永远念之在之的事情 现在这样的一个算计 到底能不能够在国民党 最低迷的这个时刻 在2014打出一场胜仗 进而挺进2016呢 他做的是一个必胜的好梦 还是只是一个空想的美梦 台湾共同团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做关心 好 今天现场来宾先为您介绍 赶快先来看看黑心食品 黑心厂商 这个完全不认错的企业 再来看这样子一个账片集团式的 民进党的政党 来 先看是国民党立委纪国栋 郭主号 相信大家好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郭主号 观众朋友一下午安 今天现场请到资深评论员是周玉寇小姐 各位午安 今天现在还请到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郭正亮 大家好 还有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午安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好 那么关于未取员 为了让这个黑心混油事件赶紧落幕 但毕竟已经被政府查到 你那21款的油 通通都摻了同业率数码 都是跟大同买的 但是他依旧敢登广告 告诉大家他没有卖黑心货 完全没有餐位 也没有混油 问题出在哪 除了政府检验有问题 除了媒体实在不公道吗 带你来看 卫权公司又发声明 大动作登六大爆成亲 劈头就说自己是受害者好无辜 而且绝对不黑心 还没有暴力 言谈跟九度怪盗媒体混淆视听 你们要平衡报道 要不然就要小心一点 好像看起来觉得 好像是在恐吓大众一样 我们觉得其实到底谁是受害者 去控诉或者是任何的方式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应当的一个行为 立委看不下去 而这一封顶心卫家四兄弟庶民 发给员工的公开信 标题写着三个相信一个说明 再次把矛头指向媒体 分乱报道感到不平 还表示委屈 一直迎人媒体的负面报道 相信台湾人有公正的评论 因为卫权并没有自行混游 也没有教唆混游 第一时间还主动下架封存 卫权是受害者 大爷不残缩自己主动封存 真的是这样吗 明明10月16日 大统游事件就爆发 皮诺卫生局10月27号去稽查 顶星才坦诚有进大统游 而皮诺卫生局更开发顶星300万 就是因为顶星没在第一时间交代流向 信中声明却洋洒洒 一直强调顶星卫权好无故 不过检方可是查出 顶星向大统进油价格平均100元 分装成卫权贩售 却卖到280到300元 卖一瓶赚两瓶 大众批这不是暴力 那是什么 有的是不便宜的 但是也仍然是黑心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说法而已 一开始如果打算要隐瞒的话 我觉得之后他会想要更多的谎 去迷那个谎 队澳董事长总经理向全民道歉的画面 和这封公开含冤的信 态度诚意差太多 让网友连声踏罚 卫权还把错怪到媒体身上大喊无辜 但民众说他们无辜喝下了一堆混油 记者王彦军 陈一山台北采访报导 好 当这混油事件发展到已经一个多月了 政府不能动作很慢 我们也不断地在这里做监督 但是对厂商来讲到底有没有回忆 现在看到就是顶星卫家的卫权集团 顶星四兄弟的态度 公开在媒体上刊登的广告 我们在这里有看到 这是一个原版的广告 同时对他们内部 他也发了一个员工给员工看的声明 这里头的问题都出在谁身上 都是别人的错 媒体报道也有一件政府的检验 他们也完全不当一回事 不要忘记了 顶星事情可是在事发了19天之后 被揪了出来之后 他才终于认罪 他真的是买了大桶的油 这样是什么样的负责任的良心企业 该有的态度 我们首先就请这个纪委员带大家来看 这样子的一个声明 其实这几天大家还在持续的讨论 但重点是呢 真相是他们没有餐位 没有混油 只有受害 那么还主动封存检验 跟主动下架呢 是这样子吗 您也学过法 那不知道这段声明这样讲出来 到底对他是好还是不好啊 非常的遗憾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其实假设他真的是犯错 我相信 常委混油 不是他主动弄的 可能是大桶弄的 然后他知不知道 他到法官那边去讲清楚 他的员工被约谈有说 他是被告知要去买便宜油的 他还说他统统不知情 那结果他今天讲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丧失了 民众给他几乎的一个先机 你还记得傅慧香跟大桶吗 大桶长几 这个高震丽董事长 他虽然众人节约可打 众 如过节老鼠 可是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表现的虽然是 让他觉得说 不管是不是装的要死不活 他至少表现那种内心的谴责 或是外界给他那种打击 至少有所悔意嘛 傅慧香也是啊 他都希望 外界给他们一个机会 就是说他们有诚意 尽最大的诚意 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至少人家就 犯了错之外 之后呢有一个悔意 可是你看 没有仓尾没有困油 只有受害 哪里受害 我们想不到哪里受害 他原来他所做的受害 就是说买到大桶长几的油 大家都知道嘛 你到自己进口 要一百块上下 你跟大桶买就一百块 比你自己去进口了 还几乎稍微 便宜一点点 那你是不是明知呢 你怎么讲是受害呢 所以他讲这个受害就觉得颠倒是非 然后他就主动检验主动下架 其实封存 他是11月17号是因为检验官 去查所以他封存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哦 他什么时候才下架呢 就是大桶长几高桶上爆料说 他有供那个仓委的列子油给卫权以后 他们才主动下架了 各位 10月17他已经知道了 到11月3号 10月2号 刀正立讲了11月3号 他才下架 又过了一半个月了 那你当中那你真的有诚意吗 所以你说主动下架 这个也是乱讲 是主动下架没错 可是你是太事不可为了 人家对你的感觉 黑心的感觉嘛 是 你不管是餐油混合也好 混油也好 然后人家对你归以返乡那种期待 你过去从台湾跑到大陆去 然后做得有点成功 是 希望大家能够 希望他们能够回馈乡里 结果 他们反而大赚齐钱 而且呢 不只是这个哦 不只是说有没有混油 还有有没有仓委的问题 甚至于那个金管会 曾明中主委还讲说 不晓得有没有 可能构成加重的 那个背信罪 那个罪是很重的哦 是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那你今天 你说有没有暴力 不只是说从这个买油这件事情 光是他们康师傅回台挂牌 各位 在2009年挂牌是45块 当时挂牌的时候 还特别强调说 可能有三支掌停板 如果三支五支是面支 那45块是理支 结果跟各位报告 挂牌第一天涨以后就一直跌 跌到最低的时候跌了将近三成 是 好 结果呢 他们把那些TDR的钱拿去买地保 拿去买很多的房地 虽然是没有违法 可是已经违反民众对你的期待了嘛 所以你看 他这里面所讲的 都跟大家外界所认识差了一万八千里 是 一点都没有毁意 所以难怪连政典法师都生气了啊 是 那么善良的都生气了 你说民众不会生气吗 是 我觉得回头是岸啊 如果你今天你又不缺钱 如果说你真的这个时候 都怀懒悔悟 然后回头是岸 赶快拿出一笔钱来 对社会 大众有所回馈也好 是 或有所赔罪也好 我相信民众 台湾的民众是非常是善良的 好的 也会 是 谢谢委员 好 那台湾民众就是因为太善良 所以说面对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到现在 嗯 大家好像就自己吞下去 然后看看政府你到底怎么做 因为好像没有任何的政治人物 或是社会 或社会的达人们 在这个时候带领大家 是不是这个问题应该上街头去抗议一下吧 政府把关这么差 我们黑心的企业怎么样的多 似乎也没人做到这 好 所以说这个居然关 既然是关心到我们每天每天要吃的东西 但是到底引发的关注度有多高 政府现在在做大家又有没有信心 但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厂家 你是不是会对他非常之没皮条 一听到魏权说到我没有 我不是受 我不是加害人 我自己也是受害的 在这篇的一个这个声明书当中 我们请教郭委员 他不相信政府的检验 因为他说他没有餐位 他没有混游 然后也大骂媒体 在里头一篇文章当中 这一个版里头 九度提到媒体啊 报道失真 又抹心他们家的顶心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我们的政府不该有动作 大家看看就过去吗 谁都有钱就可以登广告 随便骂人 既然刚刚讲得很清楚啊 就说事实上魏权 他知道他出了问题 他还不下架 然后一直到高正丽 在检调约谈 说他有卖给他 然后这个事实曝光 他才被迫下架 这个就是诚意嘛 那昨天吴秉瑞 也在财政委员会 问我们金管会啊 说你魏权买进是100块 为什么卖给顶心265块 你这不摆明掏空魏权吗 那为什么都不查 所以然后事实上 连魏权他都承认 他说文位倒有异状 因为以前那个总经理 他就说都不是他们的错啦 主要业界都这样啦 所以六年啊 他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情 那结果文位倒有异状 又立即觉得怪怪的 那你六年来都不闻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里面疑点太多啦 疑点太多 第一个给人家感觉 他没有诚意 没错 那第二个就是 事实上很多人 都爆料这些事实 那为什么检掉动作这么小 还是太慢 比如说你为什么不积压呢 你可以行使积压 这个检掉 以前不是都很习惯这样干吗 这回都没有 没有一个老板被压 压人就会有 真实口供 那是因为四位兄弟太大尾了 还是有人照着他们 那为什么 那个对大统就可以用这么强势的方式 那对卫权 对鼎芯就这么客气 不错 屏隆地前署之前发的新闻稿 在11月8日的时候 有向法院申请积压 他们鼎芯游子客的某一个人 涉嫌诈气 后来好像可能没有收押 那是鼎芯厂 对包括鼎芯的总经理都曾经被升押 但是通通是没有积压就算了 那个总经理长梅峰还最后是 不用任何一毛钱 他就给回家去 到现在到底查出什么东西来 查不出一个所以然吗 是这样子有这么样简单吗 所以这个厂商的态度在这 政府你的办案的诚意又在哪里 大家其实都在看 所以这篇的一个声明稿出来之后 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的是更多的批评跟负面评价 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是太聪明 还是是有所图才要做这样子一个公开的一个声明 我们现在就请陈议员带大家来看 其实刚才郭文明有点到了 今天在经管会在立法院的这个财委会 经管会在关注议题就在这里 你这么便宜跟大同买油 有点心质油买了回来 然后呢分装之后用 卫权的logo卖出去 卫权也要付你钱的 这里头呢大同的油65公斤 混油之后一个成本 一公斤的成本大概剩50块 点心98块钱买 分装265块平均这是均价 再卖给卫权 至少可以卖到306块 所以今天讲到 你没有严重的背信吗 你就在掏空卫权 因为顶心是卫家四兄弟所属的 百分之百持股的公司 但卫权并不是 这就是顶心四兄弟 你们在台湾回台湾做生意之后 你们所为的良心 这样子在掏空自己再赚钱 对啊我们台湾有个俗语 说开开工家啦 探太塞起来啦 就是说赚钱顶心再赚 那倒给了卫权 如果说这经过了加工 经过了调整是好的东西 因为你顶心有独家配方 然后你有很好的调整的方式 卖给了卫权 因为你提升它的价值 或是品质等等 你卖高价格可以 现在不是 它现在不但这个过程 经过混油的过程中 而且同样的东西 只是换个包装 那换言之说 顶心的logo有这么值钱 可以多卖165块给卫权 然后卫权再拿在市面上来去卖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逻辑 我想观众朋友 这么长时间观看这个节目 都很清楚来龙去卖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说 而且我觉得卫家四兄弟不够诚恳 为什么用诚恳这样方式 就是说一开始用录影带说明 再来出来了以后 没有诚恳道歉 现在还发了一个 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我觉得这样的状况 是表示什么 他想直接诉求在市场上面 告诉消费者 可是现在的消费者 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消费者 第一个对政府开始产生怀疑 那对于企业不信任 那他们就会自己去找答案 尤其现在的网络世界 实在是太方便了 再加上我们节目 常常在抽丝剥茧 交代我们观众朋友 怎么去了解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卫权现在这种态度 我可以预期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直选 而且现在称之道法律之外 我在坊间听到一个讯息是说 保顶心也好 保卫权也好 都是在努力 最重要保什么 保康师傅 所以他告诉你说 这个在台湾的这些问题 跟中国大陆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用的 跟这个不一样 如果碰到康师傅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目前为止 看不出来这种迹象 因为似乎在三中全会之后 在对岸中国大陆 没有看到有什么太大的动静 可是我要回头来讲 我们不期待对岸做什么 那我们自己台湾的政府要做什么 像这样的东西 尤其魏权这种老嗜好 说我们从小到大 不要说耳濡目染 真的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 这样品牌 我觉得如果连这样都不能够 信任的情形之下 我们真的不知道 在开始是什么用什么 那现在呢 包括我们新北市昨天通过了 我们的罚金是无上限 对不起 奖金是无上限 检举奖金 检举奖金无上限 那基本上是50% 然后无上限 然后最少 如果只要是重大的话 最少100万 这就一开始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就在呼吁就是说 就是重赏 严惩 唯有如此 那你光靠公务人员 你靠社会人员不够 情形下 他们现在所谓的窝窝离反 就是我当初讲的 如果每一个员工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要良心 我虽然你老板你的薪水 可是我要为我自己负责任 后来我发现到 当我一个检举 最少100万 可能无上限 像现在被罚3亿 假如说被罚3亿 我可以领到1亿5000万 国祝 我就退休了 而且大家会说我是英雄 我为大家找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这样的东西 乱世用重点 有人会说 这样子似乎不够人性 不够公安 但是我认为 相对性的惩罚 必须要有 所以说 乱世用重点之外 你不施PD手段 难显菩萨心肠 所以我们新北市 台北市 目前都这样呼吁了 但是我希望中央 不要跑在各县市之后 当然 明年721选举 各县市有压力 所以它会加码 可是中央难道你没有压力吗 现在这种名气可用的时候 加上大家对中央没有信任的时候 反而危机就是契机 对于四个 对于四兄弟或者其他企业 做得好 政府给他们支持 做不好 不要让大家认为是说 因为财大七出 政府就不敢动他 是好 这是重点 但是现在我们政府的作为 让大家感受到似乎是这样子 给他机会吗 有啊 2009年回台湾发TDR 给了多少的机会啊 结果发了TDR之后 去草房地产是什么的 法律规定你就是可以炒 这该怎么办 当初大家 我们不可能发TDR 你不会是仔细看 那个TDR相关的规定 但他们可以 于是他们就造了法律的规定 去大大的炒起了房地产 政府对顶心未加还不好吗 这里看到了 价差至少五倍 因为你的成本呢 98块之后呢 分装换标道的 卫权呢 265块平均一公斤 卫权一卖卖306块钱 这个不叫暴利吗 但是呢 在星期一的这个 声明上上头告诉大家 我们卫权啊 完全没有黑心 更是没有暴力啊 是这样子吗 数字会说话 那我们继续 请预扣节带大家来看说 那我们说到 那你这个声明 就这样发出去了嘛 这两天呢 你天天在立法院 官员都成为被问的 一个焦点 然后我们看到 星期一在问委副部 这个丑民大部长说 无法接受 他是被害者的说法 一言民工说呢 这个声明呢 时代不妥的话 必要是要采取法律行动 昨天江一华院长 也被说到了 他也说他非常的不以为然 这时候政府只会说 那需要有动作了吗 可是即使是说 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他可以搞到这个犯纵怒 官员 立法委员 民众 全部都齐而公之 还不分难律 实在是也是非常少见 何况他还是 他的泡面 在大陆的市占率 几乎达到百分之五十 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是一个这么大型的集团 刚才这个民意讲的是 他承认之后的 后半部的危机处理 也有问题 那前半部呢 前半部是欺瞒 那我认为 这个康师傅的 这个顶星卫权集团 他们的危机管理的幕僚 是 是什么样的脑袋 实在令人觉得很奇怪 那第二就是说 他们的这些企业领导人 他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有不同的层面 那今天他在台湾 所碰到的就是一个 社会氛围 跟消费者情感 还有台湾的法律规定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 可是他的广告 尤其是最新的 这个由律师帮他登出来的广告 完全是在打一个司法的防卫战 那他用司法防卫战的这个诉求 其实这是给法院跟法官 或者说检察官 在做这些攻防的时候所用的 可是在台湾的第一时间的民众 是情绪 民众情绪是说 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10月16号以后 你们两兄弟 为GMP的发展协会理事长 曾经出来讲过话 然后另外一位 魏银焦 他还用过什么 这个修和无人剑 这个 然后什么 有天之 有没有 这个 然后这个 对 然后还有良心 两个字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一段里面 所有的消费者 未权的消费者 是婆婆妈妈居多 他们觉得在情感上被你欺骗 是 欺骗比你用假油去卖他的高利的钱 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氛围下 还要严重 所以 鼎心 魏权集团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绝对不是打这个法律的攻防战 也不是为自己进大桶这件 这个这个油这件事情 做一些法律边缘的攻防 第一时间他要登的没登的那个广告 你记不记得国祖 我们在节目中讨论过 当时他是说 我进口的是百分百的橄榄油 我们那天讨论的结果是 当天下午好像他们发觉不对劲 修改了一下 修改是隔天不是那个版本 可是他有诚意吗 他不只在 他利用钱 砸钱 登广告 好像觉得媒体用钱就可以买掉了 而且他还登电视广告 这个名义说他们在网站上道歉 他电视广告更好笑 他一点诚意都没有 他就放一个那个纸板的那个广告 就放上面让大家看 你根本看不懂 看不清楚 所以他的危机处理是完全失败的 他在大陆事业当然很严重 现在大陆有培植自己的食品事业的趋势 所以据我了解了 就是他们内部认为说 他们在大陆的产业得之不易 那如果台湾没有办法好好的维护的话 对他们大陆是很有影响的 那第二点就是说 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主观的翻译 没有主动的翻译 那没有主动翻译 那你为什么有主动的遮瞒 主动的欺骗呢 你确实有欺骗啊 对不对 那第三 他们一直认为 他们这个油完全不知道 那重点就是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进口油 你为什么要进大桶的油 你为什么要进这么便宜的大桶油 你卖油卖了几十年 卖了一辈子 你不知道这么便宜 跟市场的原油的价格不合吗 所以我觉得鼎星 他现在应该对台湾社会回馈 他有回馈有多重的方法 他的有一个方法 可能就是在食品安全方面 他提出很大一笔基金 成立一个食品安全的检验机构啊 或是怎样 我认为他唯一的方法 消大家怒气的方式是 把你那个园林啊 那个无上限的那个什么 好几亿美金的那个 永静的那个园林啊 慢慢的就 朴素的结束了吧 你应该在台湾的重要地方 设一个食品安全检验机构 由第三者 或者说中立的 甚至国际人士来督导 然后在短期之内 为台湾建立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 非常好的国度的这样保证 恐怕时间久了 民众还可以原谅他 否则我认为他真的在台湾大陆 都会出现危险 危机事业上 好 这就是预扣姐的一个建议 不知道我们听到 能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呢 要花点钱 但是对于典型集团来讲 好不容易在大陆赚的钱 回到台湾又炒房 又赚更多的钱 显然还是赚不够吗 那为什么要在六年前 开始用所谓低廉成本的 大统黑心油呢 好 我们最后来卸下 就请东华带我们来看 那今天这一份的一个 礼拜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声明 我们官方也做了回应 东华 这个是不是真的应该 政府要去告卫权 因为你对我公权力不信任嘛 你劈头就说 我没有参卫 我没有混 有政府的检验 我是完全否认 他否定公权力 是不是他该 政府该去告 问题是我们政府怎么告他 广告 他又不是 食品卫生管理法规范的范围之内 法律不周延就活该嘛 所以政府怎么告他 但是你整个回来 看整个卫权的这个过程来讲 我们先记得 他是11月5号才正式开记者会 11月6号就被约谈了 好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质疑的地方 11月5号就是常梅峰先生 被魏英聪先生公布他请辞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他要请辞 如果你是对的话 然后一千万交保 一千万交保 大家那时候就很有意见 为什么 以魏家的身价 一千万算什么 一千万算什么 对 一千万对一般的人 对你我来讲很大 对魏家量算什么 九牛一毛 然后呢 紧接着常梅峰就在讲 他说他们是受害者 他们开始 你记得常梅峰后来被约谈到案之后 开始对外讲说 魏权点心都是受害者 那一致的讲法 然后紧接着你就看到广告 报纸广告 那我要讲这个事情之前 几年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三绿清安的事件 台湾我们有一个饮料的品牌大厂 当时也受害 对 好 你为什么会信任那一个产品 是因为他主动公布 对 他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他主动公布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把所有东西主动下架 对 他有没有被罚 他也被罚 对 第三个 他赶紧换包装 没错 换包装 他告诉你说 新的产品不含三绿清安的 好 那这些产品全部就回收了 对 那这些产品的回收是要有代价的 当然就是厂商业者金钱上的损失 所以他可以保住什么 第一个 信誉 也就是说 他用他的行动来换取我们的信任 好 回过来 在魏权 如果你最近在看魏权的最新的声明的时候 他的律师 非常大牌的律师 在这位律师呢 过去呢 参与的是并购 或者呢 在扁岸时代呢 有金控出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的声音 是 那 他的律师帮到你的声明里面 第一个 全部都是媒体的偏颇 那问题来了 媒体有偏颇吗 媒体为什么要对你 特别针对你 今天的媒体是不分 不分所有的 所有台湾的 是平面的 或者是电子的 是 全部都认为你有错 没错 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 在10月17号 大统事件发生之后 10月18号 他就先送验 对 他说 铜的含量是符合标准的 问题来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买的 味全的食用油 食用油里面 怎么会含铜呢 对 食用油里面 该含铜吗 所以哪来的标准 所以你的铜 你的铜符合标准 是什么意思 是 难道 魏家的律师 或者魏家四兄弟 你都没有想过 你的产品 为什么会含铜 紧接着 那个 美和科技学院 他说 他验出来是阴性反应 魏家两代自由 你不知道 阴性反应是什么 验不出来 并不代表 他没有 没错 最重要的关键是 当你发现不对的时候 如果今天 魏家他是 我先下架 回收 我在大家 还不知道 我只不动 跟官方联络 跟地检署联络 这样子你才可能去说 我要不要信任你 可是你看到魏家是什么 他的道歉 是迫不得已的 他也很清楚地讲 他觉得他的道歉 是迫不得已的 没错他有这样说 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大的 台湾十大首富之一的魏家 去讲说 我的道歉 是迫不得已 然后他的律师信里面 告诉你 这些油的 油品的营收 占我的营收很小 所以我没有那个动机 没有动机赚暴力 还是回到刚才那一点 真正赚钱的 不是魏权 真正赚钱 钱 放在的是小金库 顶心自由 在顶心这里 对 如果 如果你是诚实的 就不要 只摘取片段的事实 你把完整的事实 讲出来 好 今天他最后把推给政府 推给司法 是说 司法会还我清白 对不起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容易健忘的 我们小老百姓 我不可能去买 进口 上 一包上千 或者是七八百块的这样子油 一般的人 我们用的油 两三百块 已经很高了 他在什么 法律上 他在赌 你无法判我有罪 第二个 时间拖过了 大家你还是回头来跟我买 这就是魏权的心态 他就是相信 我只要拖过去 然后我律师信出来了 我大律师在背后 媒体你不敢再随便讲我 是 好 这是东豪把我们所做的分析 所以是这样子吗 观众朋友 我们做一个聪明消费者 应该很快很快就健忘掉吗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大财团 这个大企业搞了半天 它是个诈骗集团 这是我们看到的 鼎心魏家寺兄弟 回到台湾之后 继续发展他事业的时候的态度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带你看看 对美金长来讲 是不是现在诈骗集团出现了 在新北市长的一个选举的部分 为什么罗志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要宣布退出 这实在是就是 这个苏贞昌跟蔡英文之间大战 已经开始了吗 我们待会回来